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互相的国家之间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的改变 对于国内的选举可能产生影响的时候 哇那可能必须要调整策略吗 那么拜登总统现在正在哪里 到韩国来了 到韩国来呢 无独有偶又发生一些这个有趣的画面 他看着尹錫悦现任刚刚当选的总统 喊文在寅总统 看看这段画面 你看看本来喊成文在寅赢赶快修正 影中统 那真的是很尴尬的状态 因为当像我们也讨论过他的随护为安人员 居然在韩国当地也发生一些冲突 还被逮进去警察局 然后接下来遣送回国等等这样丑闻发生 虽然美国韩国的媒体一直在宣传 是说隐形月跟拜登足足握手握了22秒 表示这个轻衣之坚定 但是就不断的有这些负面的新闻发生 但俄乌战士显然供应链重量 所以拜登下飞机之后第一站 不是立刻跟总统见面而是赶赴三星 三星代表对他来讲供应链更重要 加强对华的牵制 体现南韩晶片产业的地位 所以拜登要什么清清楚楚 那么南韩的新政府面临的是什么 韩美跟韩中关系的两难 跟中国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方式 怎么样合作的程度才符合美国 对他的要求 因为隐形月上任之后 成为南韩川普吗 有这样的形容词在看待他 当然他目前都还是四评八文 没有看到什么太奇怪的表现 美国为了抗衡中国 在亚洲领想力提出大动作 这是观察者媒体的报道 还没有公布就已经曝光被先缩水 为什么批评人士说 美国采取只有枪 没有黄油 就是没有利润 没有利益的战略 所以当美国总统 跟隐习越见面 这个亚洲型 印太经济合作架构 这个框架 要对抗中国各家的媒体 国际上怎么报道 就当时的指标来观察 柬埔寨高明时报怎么看 他说美国把柬埔寨 遼国缅甸等国家排除在外 迫害东协团结 那么英国金融时报说 美国带遼铐 跟中国决斗 1.5亿美元等于就是给 东协国家的这个资金 等于是自一带一路 几天的投资而已 日美日经新闻 他说印太经济架构 拜登没有办法重返CPTPP 不得已提出了替代措施 来对抗而已 那么韩国民族新闻也说 能否排除中国还是个问题 现在加入 看不到多少实际的利益 所以这个印太经济 合作的架构 对于亚洲实施上 可以产生影响力吗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问号 那马来西亚智库也说 在东南亚前途安人旦 这个组织 这个所谓的架构 包括了越南印尼印度都相对的保守 这样的态度来面对 那么甚至媒体报导 还说难以置信 拜登的经济计划在亚洲 推销会这么的困难 根本是tough sale 就是很难卖 那么中国媒体的报导 新华国际评论说 警惕美国在亚洲兜售对抗祸水 好 这雇注一直亚洲行 所谓的形容被专家说是踏上不归路 为什么会这样形容 当然是认为拜登这么的与中国撕破脸的 规划的动作 就是第一个冷战模式 美国驾轻救手 早就能够轻易的驾驭 那么恶物战争 进入了阶段性的瓶颈 这个瓶颈 让他必须要转移其他的目标吗 持续转移内部的矛盾 当然经济 各种的政治议题 从国内得不到支持 往国外去发展 再来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需求 也就是国防工业 战争对于他们相对有利 教授 拜登跟隐形乐的高峰会 已经发了声明了 就在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前 几个重点 第一个 还是谈到了IPEF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 或经济框架 但是内容是什么 还是不知道 不过拜登 他在前两天指定了一个人 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商务部的 叫袁晓莹 是一个华裔美籍的 来负责统筹 印太经济架构当中的谈判事务 所以他需要各国去 可能各自去认领 你要加入哪一块 你要进入这个谈判 有谈判就一定会有一些 可能这个就是条件 或者是退让 或者是减免等等之类 所以我们等待 应该是礼拜一 这个IPEF就会出来 第二个他们的高峰会 提到台海和平 这个其实跟去年拜登 见文在寅 见就是另外日本的首相 也都提到了台海和平 这等于是重复的 然后提到了南海 提到了美韩的 军事安全的就是强化 但是有个很有趣味的概念 他说不排除 这个情势如果恶化的话 不排除部署 美国军事战略资产 那什么东西 就是萨德 但是他不用萨德来表示 他用不排除 部署美国军事的战略资产 这个战略资产 其实在隐形院另外 他在文章中之前他当选的时候 他文章甚至提到说 美国的战略核武的部署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难 我觉得很难以置信的 因为指的就是中程飞弹 也就是具有核子弹头的 中程飞弹这个基地的部署 这个在亚太地区 在就是说俄罗斯的周边 美国一直想这么做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到底指的战略资产 到底是指这个 真的是重程飞弹 还是指的这个萨德飞弹 他也提到非核化 他也提到了美日韓 所以我觉得大概几个重点 IPF我们等待后天的这个 这个就是了解 台海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简单的说隐形 因为如他在之前所预告的 他完全跟文在寅 完全的反相反 相当的亲美 拥抱美国从经济到军事 到区域的战略 是 这样拥抱的结果 如果真的部署这些飞弹 居然是萨德 或者其他核武的设备之后 对于南韩或是区域的平衡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些新闻大白话 目前拜登正在韩国访问 刚刚也发表了最新的双方 共同的联合谈话 这当中提到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亮哥 我觉得尹錫悦 当然在原则上主观上 都比较亲美 所以他会表达一些 这个跟拜登比较吻合的用语 可是真的要落实的时候 问题非常大 因为尹錫悦他只以0.8%赢得大选 然后他在国会是少数 所以而且今年又是中韩建交30周年 所以而且RCEP今年又是第一年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客观的因素 让他要跟中国站在对立面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 非常的高 比如说萨德是否会这样第二套 他到现在还说我们在研究 这是他的竞选诉求 他就立刻缩回去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印太经济架构 他当然第一时间 新的韩国政府就表示他们支持 可是具体 你认为三星跟LG 对中国市场难道就断了念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很明显就是拜登第一个要在韩国 日本还有台湾 要搭建的第一个印太经济架构的 距离项目就是半导体供应链 就希望能够搭一个平台 大家来沟通 他显然就是要限缩 希望韩国跟台湾 尽量不要去中国投资 这个非常清楚 所以三星不是刚去美国投资了一大笔钱 我看累积大概将近一百七十亿 一百五十四亿美元 那台湾当然也是 那个才第一个场 对不对 可是韩国基本上在中国有关DRAM 还有Fresh的投资 他的占比都非常高 那这个利益他 而且中国是半导体市场是第一大 然后成长也是最快的 我很难想像三星跟这个LG 就会直接听韩国政府的话 所以这个还要谈一些细节 那我觉得越进入细节 那这个尹锡悦就会发现 事实上不是如他所想 因为进入细节的时候 三星也会去拉比反对派的议员 那这个时候就很复杂 因为他国会也不是多数 那韩国跟中国贸易往来的那个实际的利益 相关的企业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 他要做出什么样的政策 而且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变数他也要面对 就是北韩 我认为金正恩在拜登访完之后 一定会有动作 做一些回应 一定会有动作 然后甚至是 甚至是很惊人的动作 你就只讲吧 比如说会不会再来一次核四 所以尹锡悦也不要以为好像北韩他可以不用处理 因为金正恩已经被拜登忽略很久了 那只是说现在北韩还困于疫情 那等这个疫情缓和之后 我认为他会有动作 告诉美国我还在这里 也许来个合乎的演练 而且他可能会得到俄罗斯的鼓励 因为你要在芬蘭那边搞我 那我就来这边鼓励北韩 这可能性也存在 所以这一趟南韩的拜访之行 北韩 不管这些声明里头 也会做出一些重要的回应 将军 对 这一次拜登总统过来到韩国 还有日本这两个国家来 蛮重要 因为五月十号尹锡瑞上任 刚刚上任 现在五月 他来这边 道贺 另外一个我们很知道 美国在韩国的驻军 美国在韩国驻军两万四千人 算蛮大的部队 当然百分之九十是陆军 因为韩国三十八度线 就是陆上接壤 北韩最强的也是陆军 那这样子刚好 美国美军在这百分之九十四 是以陆军为主体 空军其次 没有什么海军 大概是这样 那他来这边看一看 顺便看他的部队 在这边 那第二个紧接的 在韩国完毕之后就是日本 日本 美国除了他在本土之外 最大的军队是在日本 三万六千人最大 全世界你看 包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算是德国最重要 德国也只有三万出头而已 那日本是最大 三万六千人 那他这两个国家 是他在海外最大的驻军之一 那他一定要来看一看 那在日本这一方面 我们知道有经常 美国跟美军跟日本 经常有进行这些 军事上的合作跟演习 那这个规模都蛮大的 而且有时候不是光这两个国家 也包括澳大利亚进来 包括英国进来 包括河南进来 包括意大利也进来 那那么多国家在这边 你看换句话说 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将军驻军的 就六万多人 六万那么多 六万人那么多 他就要来 顺便来看看他的军队 因为毕竟总统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提北新闻大白话 大家持续在关心 包括澳洲最新的选情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韩国 建了南韩的总统 之后发表了新的谈话 那刚刚将军 谈话还没有讲完 我们把后面的论述 麻烦你 对 在上一任川普 当总统的时候 有叫韩国跟日本 增加军会的分摊 这一次的话 拜登他没有提 所以你要增加分摊 日本每一年要分摊 九十亿美元 韩国要分十多亿美元 是这样子 川普那时候一直提要 你們出太少钱 要多一点 是这样子 现在来看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他们第一贸易大国不是美国 是中国大陆 这样子 所以跟中国大陆的 经济关系是那么密切 贸易第一大国 因为地利之变 跟美国毕竟还没有像 中国大陆都不近 那现在说 为什么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合作架构要出来 因为他们跟中国大陆 靠不太近 经济上面靠太近 那现在出来 我认为把这些韩国 日本 还有这些澳洲 还有美国 加在一起之后 其他国家 还包含东盟 东协国家加进去 会成立多或少都不能